我覺得如果我沒有當運動員的話 我可能現在是很不好的小孩 或者是很可能就是常常在那個監牢裡面的人 我國小是打排球的 然後我們有去考那個排球學校 我沒有考上 所以我就是去原本要讀的國中 然後被就是教人物問說你要不要來試試看 我當時不知道什麼是舉重 我想說好我去看看 應該是接觸之後就是教練一直鼓勵你 就是覺得你很學習很快啊什麼的 然後你知道就是被吹捧到 就是好像我真的很厲害好就繼續吧 應該是在大學要準備畢業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我在想說要 我那時候同期的人都就是決定轉換跑道 他們都要離開 因為我們有為了延長選手的生命就是延避到六年 那身邊的人都離開了就覺得說那我是不是也該離開 可是我就會覺得說這樣好可惜喔 然後後來就是可能在我原本在台中訓練 就覺得可能在台中的時候好像待了時間久了 你會不知道你的方向在哪裡 我就決定來台北試試看 就是考研究所這樣 所以是很大一部分的人在大學的時候就會選擇練台嗎 對幾乎都是 就是比較少人會繼續 那大部分的語言是甚麼 經濟條件 我覺得練舉重項目這個產業的選手 可能一開始家庭都是比較一般的環境 不是這麼的優渥 所以他們可能就是時間到了他們也覺得應該要 開始準備經濟能力的部分 才會去選擇離開 我國中練了三年 高中沒有訓練 因為我高中的時候我的家人不想我繼續訓練 所以我高中的時候 雖然我錄了體育班 但我去做了其他運動 我去跳捷舞 對所以我高中三年就是 換了一個跑道這樣 可是之後會再回來是因為 我覺得對這個東西我覺得有遺憾 我還沒有拿過冠軍 還沒有拿過金牌 對所以我想要就是再回來試試看 然後跳舞表演這件事是我本來就喜歡的 但我發現表演這件事情是很花錢花腦的 就是他而且他的時間會更長 所以我覺得想要找一個穩定的運動來繼續發展這樣 所以我選舉重 那上大學之後你 就是對於你還是持續選擇 舉重這件事情家人的看法是甚麼 一開始當然是不開心的 因為會變得很粗壯 然後我有一堆傷 我就每天都在吃可能我的營養品 就有十幾罐吧 就是你要按三餐 三餐吃不同的東西 很多很多營養品 然後他們就覺得他們那些東西都是藥啊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 就是為了一個運動然後讓自己搞成這樣 他們一開始是心疼 可是後來他們就覺得如果我這麼堅定 他們就是好啦就讓我去這樣 我覺得是來台北之後的很多經驗吧 因為沒有 如果沒有舉重的話 我不會去到世界各地去學習舉重 我去了就是大陸很多地方啊 去了韓國啊 然後也被就是外國的教練教學這樣 就是增加了自己的世界宏觀 我還有去法師體育台當賽事的賽評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經驗 本來就每天都會訓練 可是你會發現 來台北之後 如果你一直就很專心做自己的事 其實你會被看到 其實我小時候還蠻叛逆的 我覺得如果沒有當運動員的話 我可能現在是很不好的小孩 或者是很可能就是常常在那個監牢裡面的人 對就是想法叛逆到做了很多壞事 對那就是也很感謝一路陪我走來的很多老師 他們就是很教育我這樣 所以我很感謝他們 然後也感謝運動這個身份 運動員這個身份 可能就是被叫去破油漆我也有做過 反正就花完了 破油漆就有錢耶 對就是諸如此類很不好的事情 那我原本要進那個感化院 然後是我的就是高中的一個教練 他當過我一個學期的班導而已 他就是覺得說只是想法很多 但是就是我那個年紀是不適合去做其他事情的 只是因為我太想要賺錢 因為家裡經濟太差了 對 所以他就是陪著我 然後把我拉回來 然後也就是四處的去幫我 所以我不用進感化院 嗯 那現在回頭來看這段時光 你會有什麼想法 我覺得後悔是對於那時候身邊的人造成的困擾 然後另外一方面又覺得 這個今天是我才有的 沒有人有勇氣做這件事 對 我很做自己 至少我有用了一段 不畏懼別人眼光 然後很做自己的一段時光 我覺得這是應該 其他人會很少經歷到的事情 對 就是像目前可能是休息的時間 我就是在做啤酒業務這一塊 因為我就是之後會想要走行銷 跟一些一夜合作 我還是想要比今年的大專運動會 跟明年的全國運動會 那這兩場比賽 我希望就是先維持自己的 原本的成績 可能再進步一點 那在工作上的話 我希望可以 因為我還在磨索 我想要知道我除了運動這一塊 我還可以得到什麼 大將會 非常煮的 很努力 從延外 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